大家好,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三个议题,今天由第四个议题开始讲起了,希望同学有纸笔的话,就抄低它,抄低点点,因为做不及一个文字档案,同学一路抄的话,对你的记忆都是好些的,明天六个月的时候都希望有帮助。 第四个议题是什么呢?就是青年参与社运和占领运动的。 第一个成因是通识科加深了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如果问到的话,举例,近几年考评局的通识卷都出了不少政治题目,例如考到立法会,或者是游行示威等等,都加深了同学对社会的认识。 第二点就是年轻人向上流动不足,因为不少年轻人都是向上流动不足,对社会就有怨气了,有些学生就可能是因为未能够清除大学,有些就投身社会之后,结果被欺压的,所以将这个怨气就投射在社会上面,发泄在政治上,政治运动上。 第三点就是凭背影响,近几年,学生组织就是涌现的,例如就不用说了,学民思潮,还有一个不是太出名的,就是之前林朗宴另组出来的21世纪少年,同学就不要举学联,因为学联就不是近几年涌现的几十年了。 第四点就是目前社交网络发达容易受感染。很简单,因为Facebook是一个互相连结的网络群组。 如果通常情况都是,同一类人会互相连结,起码上出来,他们会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雪球效应越大。 第五点就是环境相对十一代富裕,因为环境富裕了,他们就不会再追求在一个叫做物质的层面,追求在价值的层面,例如公义等等。 近几年那些学生运动里面,都是牵涉到一个公义的问题,例如政改等等,占领运动等等,都是一些关乎社会公义的问题。 第六点就是不满政治和民生,例如有很多的事情都引起一个学生不满,例如早几年前的国民教育,学生是自己受到影响的。 所以就出来,是不满意地出来示威的。 第七点就是,以往的学生运动曾经成功过,例如反国民教育,因此怎样呢? 提升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因而就踊跃参与社会运动。 那些人踊不踊跃参与政治的话,看他们的一个样东西叫政治效能感。 如果以往成功得多的话,有效能感强的话,很自然就会强烈点参与政治运动。 除了以上角点之外,还要讲一讲青年倾向激进抗争的原因。 年轻人是比较倾向激进抗争的。 即是有调查显示的,一定是有不少的调查显示的,就是青年倾向激进的抗争。 为什麽呢?有个原因的。第一件事,青年在青春期,身体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就比较躁动不安。 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宣泄,可能投射在政治运动上。 接着第二点,青年抗争的成本较低。 成年人有稳定的工作,如果你是一个激烈的抗争而被捕的话,就失去一个优厚的薪金。 相反,年轻人在工作未上位,如果因为这样而失去工作的话,成本都较低。 第三点,就是青年未能上位,都是一个怨气教年长人大。 他们自己觉得,就是在制度之下受影响的人。 所以,他们都会倾向激进一点点,比年长一辈是激进的。 接着,讲完这个之后,就讲讲青年参与社运面对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面对父母的阻力。 通常父母,往往都是和他的政见不同,很容易有冲突。 例如,可以举例子,学民思潮的王子月曾经不理父母的劝告,坚持绝食。 即使政见相同也好,父母都想子女专注学业,而不是投身社运。 王子峰这一类就很少。 第二点,就是阻碍学业,难以分配时间。 参与社运是需要了解自己的。 花费时间。 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话,都要花时间开会和什么行动。 落场参与的运动,都是花了时间。 阻碍学业,阻碍学业,阻碍学业。 第三,就是被捕的风险和受伤的风险。 在占领运动里面,警方就拘捕了几千人。 例如,王之峰,陈武辉等等,都是学生而被捕。 在旺角事件,警方都拘捕了七十多人。 以及警察都要用警棍打指挥者,令指挥者受伤。 学生都要冒着被捕和受伤的风险。 这都是他们参与社运的困难。 接着,由上面青少年参与社运或再引伸下去, 就是占领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影响。 第一,占领运动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社会撕裂。分蓝丝和黄丝,互相攻击。 在网上出现一个社交网络的unfriend潮。 父母子女和朋友等等,都会因为政见不同而不和。 例如,你看到很多艺人都是因为政见不同,和很多人不合。 例如,王晶和很多杜文贼等等,都是反面。 就是警民关系不断恶化。 在928之后,有警察去求医。 有医生拒绝应诊。 示威者通常会叫警察做黑警,都会见到警民关系不断恶化。 第三点,就是影响投资者信心。 前一段时间,早过两两星期前, 标普和目的都降低了香港的评分。 评分展望是由稳定降至负面来的。 什么叫标普和目的呢? 就是国际的信用评级的机构来的。 这些机构有什么呢? 就是为一些公司和一些国家去评级, 评合他们的信贷有多有信用的。 例如,因为国家发行国际,或者公司都需要去上市招股, 集资。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目的和标普给他们一个很低的评分的话, 就会影响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 有机会令他们的钱困难了,影响经济。 目前香港三个A仍然是最顶级的, 只不过是评级的展望是由稳定降至负面。 暂时是展望,不是实际的。 说到明了,标普和目的都说到明了, 就是如果政治紛争再不断的话, 就有机会会再降级。 第四,就是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例如旺角的事件, 以往就不扔砖, 就和平理性, 现在开始就会扔砖, 都是占领运动的影响。 刚才就说了由青少年参与社运, 说到占领运动的影响。 这就是第四个议题。 第五个议题,就是网络23条, 即是版权修订条例。 究竟网络23条是什么呢? 不可以太详细讲, 大概讲一讲, 它是由以往, 有某些是文字侵权的情况, 改了做, 有某些情况之下, 可以变成政府提控, 即是变成刑事。 那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对呢? 第一件事就是厄杀了一个创意, 即是网民在网上的创意, 很多时候都製造一些已有的电影等等, 都可能会是厄杀了网民的创意。 第二点, 为什么会反对呢? 就是说, 因为政府可以告刑事侵权, 继续一个白色恐怖, 值此一打压, 这个呢, 疑似创作, 批评政府的意见者。 第三, 就是版权复杂。 很多时候, 这些版权都不是单一的, 例如流行曲, 最基本都有流行曲的歌词, 原曲, 和演奏, 最少都有三个版权。 市民不知道的话, 都很容易誤懒发网。 例如, 举例子, 梁振兴早前, 在Facebook上载了一首《喜欢你》和王家强合唱的, 因为对版权的认识不足, 就没有取出那么多版权。 接着, 为什么支持呢? 就是说, 保障版权人的利益, 捍卫创与产业。 不少电影和歌曲, 被人上载互联网的, 创作者是未能分达利润。 相关的行业, 直接衰微。 看看近几年, 港产片, 或者流行歌曲, 市场都是不大, 就可以看到, 可能都是因为一个, 侵权的行为, 就很普遍的。 第六个议题, 就是沙中线发现宋元古迹。 如果你支持保留这些古迹的话, 有什么理据? 第一个理据, 就是历史价值。 这些历史价值, 其实是有助, 重塑香港的历史背景。 沙中线在哪里呢? 就是在九龙城。 九龙城, 大家都知道有宋皇台的故迹, 宋帝丙曾经涂烂到他这一地方, 如果你是皇帝的话, 你逃难, 你也想逃难在一个, 叫做发达一点的地区。 其实可以看到, 当时九龙城, 其实比较发达的。 当时九龙城的发展, 文明, 程度, 都是有助, 重塑香港的历史。 第二, 就是出土的文物具, 有艺术价值。 如果能够, 原子道, 剪置出来的话, 都是一个价值的故迹。 第三点, 就是归族感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当然, 你重塑这个地方的历史是有了身份认同。 例如, 可以举外国的例子, 就是说, 新加坡曾经试过重构当地历史的加强国民身份认同。 新加坡政府曾经修订过中学历史的教科书, 将新加坡的历史推前了五百年, 推动社会的国家认同, 令到新加坡人知道, 新加坡自己的历史远比殖民地深厚。 第四点, 就是推动旅游业。 可以举些什么例子?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 估计是吸引到游客的例子。 所以, 估计是有助推动旅游业。 如果反对保留的话, 可以说是影响工程, 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第七个议题, 就是网络监控。 如果你支持网络监控的话, 有什么论据呢? 第一件事可以说, 有些网民会煽动市民, 做一些非法行为。 例如雨傘运动, 有人以審议网络23条为理由, 号召市民冲击立法会。 竟然用铁马撞立法会, 玻璃闸大门那件事。 第二, 就是网络诈骗, 裸廉, 卖假货等等, 都是例子。 第三点, 就是散播谣言引起公众恐慌。 例如, 在网上有人说, 要炸迪迪尼, 在沙子期间宣布香港已成逆货等等, 都是散播谣言引起公众恐慌。 第四, 就是网络欺凌和起底等等。 如果反对的话, 就不用说了, 一定是损害言论自由的空间, 是怕政府值次去评赔一些异见者的意见, 大陆的所谓叫河蟹。 如果问你网络监控, 当然是反对的, 因为言论自由凌加了以上各者支持的理据, 以上各者支持的理据, 其实也有办法去阻止。 例如, 有些是煽动市民犯法的话, 这些全部可以有IP Address 去追查。 所以这不是问题。 第八个议题, 就是廉结的问题。 香港的廉结程度越来越低, 同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可以有什么理据来说呢? 第一点, 就是廉政公署是直接向特首负责的, 所以是难以监管特首的。 例子是什么? 就是廉政公署没有调查到梁振英收到UGL五千万。 UGL是一间公司来的, 是一间澳洲的公司, 就给了梁振英五千万。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话说梁振英当选之前, UGL公司给了他五千万, 就作为一个顾问费。 在顾问费的期间, 其实就横跨了梁振英做特首前和特首后的。 所以理论上, 梁振英在做特首的前期的话, 他在收到两份的工资, 一份就是UGL的顾问费, 另一份就是特首的工资。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定要申报的。 如果不申报, 当然有问题, 梁振英就是没有申报的。 第二点, 就是为什么支持香港的廉政程度会越来越低的原因呢? 就是说, 他曾经, 梁振英委任了谭伟主席人大来的。 就委任他作为一个审查贪污举报, 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因为谭伟主席出名就是一个亲中的巨炮来的了, 都挺有立场的, 令人怀疑到他做事是会不独立的, 很难去监察到一些贪污舞弊的情况。 你近几期都见到不少这些例子。 第三, 就是, 有什么例子都可以说, 香港是越来越不廉洁的。 例如, 陈茂波主持东北发展计划的时候, 被揭发了, 团地, 就没有申报到的, 有利益冲突, 廉署都没有落案起诉的。 之前, 早前, 地政署, 助理署长林家芬, 在发展局公布检讨元朗錦田土地的用途之后, 无奈, 就被揭发了, 在这个管轄范围之内, 就买入了一块土地, 并且向成规会申请, 扩大楼面面积, 超过一倍, 被指为以权谋私。 廉署都前一段时间说了不起诉, 但是也没有解释。 接着第四点, 就是法例的漏洞。 因为防止贵路条例是不适用于特首, 就是几年前的问题, 在征印权时代来的一件事是, 本来是防止贵路条例适用于特首的, 在征印权时代, 就过了立法会, 就说防止贵路条例不适用于特首, 要告特首的话, 可以用哪一条呢? 唯一可以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去告, 所以法例上也有漏洞。 接着, 反对香港不是年纪越来越差, 举一些贪污被告入罪的例子, 例如有许氏仁, 和他新鸿基那件事, 入了罪, 坐了七年半, 许氏仁。 另一个正在告, 叫征印权, 都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来的, 这就是连结的问题。 第九个议题, 就是水货客与自由行, 近几年水货客不断涌现, 成因都值得探讨一下。 第一个原因, 为何香港涌现水货客?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过去几年人民币不断升值, 相对港元当然是贬值, 因此港货是便宜一些。 记住, 不是11年人民币贬值, 就是早几年前, 讲清楚一点。 第二点就是, 香港是没有消费税的, 货品都是便宜一些, 还有选择多, 贴近潮流。 可以举例, iPhone几年前, 香港是先过大陆发售的。 第三点就是, 内地货品安全的问题, 例如, 奶粉等等, 或者生活用品都是信不过的, 得不到信任, 于是, 下来香港就抢香港货。 水货客和智慧人, 对本地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件事, 带动本地物价上升, 缺货, 缺货的问题, 因此才有限乃令。 第二点, 带动本地的租金上升, 小店就生存不了, 不断收, 店铺都是单一化的, 只有药房和金铺等等, 它们主要是服内地人, 而不是本地人的。 只要你看一看旺角, 全部都是金铺和药房, 就知道为什么。 接着, 跨境口岸, 交通工具上面都很擠出的, 而港铁就到了饱和的情况, 在繁忙时间, 等几班车才能够上车。 第四点, 就是行人路很低壁, 香港, 譬如, 街道上, 水货客要拆一些包装, 垃圾随地扔的, 影响到当地的居民。 接着, 解决方法, 第一点, 限乃令, 实行了, 就是每个人不能够带一千八百毫克以上的乃品来境。 第二点, 就是加强执法折查违反条例的大陆水货客, 即是说, 大陆人来到香港, 如果自由行的话, 就不能够是因为一个收钱的情况, 即是不能够做工作的, 如果你折查到那些大陆人, 是因为帮人走水货, 而来香港的话, 那就是办法的, 可以拉的。 第三点, 就是见边境的购物城, 即是说, 在边境里, 你们要买东西, 就去买, 不要下来, 上水, 旺角那边买。 第四点, 就是一签多行, 变一周一行, 这个就是上一年实行了。 那成效是如何呢? 当然可以打击到内地人走水货的, 因为内地人走水货就是犯法, 即是收钱走水货就是犯法, 但是港人就没问题的, 所以就影响不了港人, 那一点就是港人就没效的。 第十个议题就是房屋问题, 房屋当然是楼价高和租金高的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公屋轮后的时间长, 申请的个案就去到29万宗, 现在平均一般家庭轮后的时间是延长至3.7年, 就是他说的, 实际上当然不止这个那么短。 第三点就是居住环境的恶劣, 例如劏房,工业大厦劏房等等, 都是环境惡劣的。 那成恩, 当然梁静静说的那句, 叫做倒地不足。 那解决方法就是, 交易公园建屋, 稳嶺高耳夫球场改建屋, 那支人汇所用来收回, 就用来建屋都可以。 接着炒风刺热都是个成恩来的, 那解决方法当然用双辣椒, 即加配的印花税都是解决问题的。 至于房屋问题的影响, 第一点就是迟分,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楼, 就不止分的。 所以就会影响, 当你存够钱买楼的时候, 都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 所以会迟分的。 第二点就是, 既然迟分的话, 自然影响香港的生育率。 近几年都香港的生育率是比较低, 即是0.8左右。 接着第三点, 如果你有小孩的居住环境那么恶劣的话, 那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宗调查报告说, 住在劏房的小孩的脊骨健康普遍是差一点的。 第四点就是影响市民生活质素, 因为生活空间有问题。 第五点就是引发民怨。 第十一个议题就是网络对清智联的影响。 正面方面, 清智联透过赞去提升自由的形象, 去建立自尊感。 负面方面, 第一点就是可以上网承认的, 影响正常的社交, 就是说, 遇窄族, 隐蔽青年等等, 宅男等等, 都是这些情况出现的。 第二点就是自拍造成自戀。 青少年需要一个别人的认同, 才是建立到自己的形象。 自拍得多的话, 就会可能变成自戀。 自戀影响了日常的社交。 极端自欧为中心。 第三点就是建立错误的价值观。 例如在网上有很多资讯, 例如是, 可能是, 遇到一个援交的引诱等等, 都可能是建立错误的价值观。 第四点就是网络欺凌。 第十二个议题就是安脑问题。 安脑问题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第一点就是护脑软不足。 第二点就是护脑的服务质素差, 虐待老人家。 最出名的例子当然是, 早一年前在劍桥狐狼院的情况, 就是推那些老人家去洗澡的时候, 就脱下衣服, 坐在轮椅上面, 就在露台上面等, 就博视了老人家的尊严。 接着成因, 第一点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很严重。 老人贫穷的问题也很严重。 生果金就不足以他们给他们生活。 第二点就是软舍不足。 第三点就是员工待遇差, 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的话, 他们应付大量工作, 好自然会将情绪就发泄到老人家身上。 第四点就是社区服务差。 究竟什么叫社区服务差呢? 就是这样的。 老人家, 其实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差。 本来是不需要入医院, 不需要入护老院住的, 在家里能够照顾到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就有这叫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就是派人上门去服侍老人家。 但是因为香港的社区服务太差, 令到老人家的身体方面衰退是比较严重。 香港的情况就是说, 在那些老人家临终前三年左右, 就要开始入护老院。 但是外国就不是的, 外国就是1.5年左右才要入护老院。 这样的社区服务差, 就增大了对护老院的需求。 所以令到护老院是不足的。 第五点就是私营服务太昂贵了。 因为私营服务太昂贵, 那些穷的老人家就要去工营的护老院。 所以就会令到工营的护老院塞爆。 那也是令到服务差了很多。 解决方法是怎样呢? 第一点就是广东院社的住宿服务。 可以在广东省购买一些安老院的住宿服务。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有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内地就没有香港人可以信赖的医护设施。 因为内地嘛, 就是给你都不敢去。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通常都是回了内地之后, 就回流回香港, 就加大香港的护老的问题。 第二点就是做好一个社区服务, 在家支援的服务。 以免那些老人家身体就恶化, 要提早入住院舍。 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减少住院的需求。 第三点就是资助长者住一些私营的院舍, 推动私营的院舍的竞争, 改善他们的服务。 当然有一个缺点, 就是被人说用公帑去补贴私营的服务。 第三点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香港人口老化的情况, 当然第一件事, 生育率低当然造成了香港的人口老化。 第二点就是预期寿命不断长, 男性就80岁, 女性就86岁。 第一件事就是食物方面, 健康方面都令到人的寿命是长了。 第二点就是为什么预期寿命长呢? 香港就是因为医疗的问题, 外国地大, 救护车去到, 有什么事? 人都死了, 香港不是十几分钟就去到, 救回不少人的生命。 第一点就是增加了医疗负担, 老人家自然多病, 医疗的开支都会上升的政府。 第二点就是撫养比率增加。 第三点, 福利开支上升, 例如生育金和长者生活津贴。 第四点就是劳动人口减, 降低香港的竞争力。 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呢? 第一点就是延迟的退休年龄。 本港就是没有法定的退休年龄, 但是政府的做法就是六十岁。 政府如果推迟了的话, 可以令企业跟着它, 做一个指标作用, 让企业参考。 第二点就是家庭友善政策解放苦力劳动力。 这些机构其实可以有一些合理的措施, 容许一些雇员一同时承担工作和分担的家庭责任。 其实两者就不是完全对立的, 例如有些托儿服务, 弹性上班时间等等, 都可以解放苦力的劳动力。 第三点就是输入外劳。 香港的生育率低了, 原因是为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责任大。 你生育率低了, 当然责任大, 你不可以让他学坏。 第二点就是金钱的问题, 你没有钱生育率怎么养呢? 第三点就是床位, 奶粉和学位。 因为子女成长了之后, 你要兼顾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配造措施是不好的话, 你都可能会考虑不生孩子。 例如学位上, 香港的教育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那是不是要有钱去外国读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都是问题来的, 如果不是, 就像大家在香港考DSE, 读现在这一科叫通识科。 接着, 第四点, 就是住屋影响结婚。 结婚之后仍然有分居。 前一阵的新闻是说, 香港不少的夫妇结婚之后仍然有分居, 因为没有钱买房, 想省钱租房, 那就是分居。 那, 分居。 第五点, 就是妇女的学历上升。 工作就会减低了他们生育的意欲, 因为会有机会影响到工作的嘛。 第六点, 就是估计日后的发展机会少, 向上流动的不足, 都会令到那些人不想生的。 那你生了出来, 第二天, 可能他会在下阶层的话, 你都不想见到自己的子女那么惨的嘛。 所以, 这些都会影响了香港人是不生孩子的。 第十四个议题, 就是本土思潮。 那, 为什么香港人这几年, 会有一个本土思潮呢? 倾向本地优先, 以及倾向承认香港人身份多于中国人的身份呢? 第一点, 其实中港矛盾越来越激烈。 那, 内地人来到香港, 欠床位, 医院, 抢奶粉水泡客问题, 旅客不明的问题等等, 都是令到矛盾激烈了。 那, 倾向对内地人反感, 就巩固了香港人自己的身份。 第二点, 就是中港融合过急, 就是一国两制和融合的矛盾。 那, 香港很多时候的核心价值受到冲击。 例如, 法治精神等等, 都是令到香港人厌恶内地的。 那, 第三, 就是内地人的因主心态, 都是惹到香港人的反感, 都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那, 例如, 内地人就会说, 如果不是来到香港消费, 就香港的店铺全部收拾, 不是来到香港读书, 你都香港学校都收拾, 那, 这些都是例子来的。 那, 第四点, 就是中央收紧港人的自由, 例如, 网络23条, 都令到人对中央很反感。 第五, 就是内地负面身份不絕, 例如, 毒奶粉, 还有, 早那两天, 就是内地抓了几个支持香港占命运动的人, 就说他是煽动分裂国家, 等等, 都是令到香港人对内地的身份很反感。 第十五个议题就是贫穷问题。 第一, 是自由市场, 因为自由市场造成了弱肉强食的情况, 出现了垄断的情况, 包括香港人的地产霸权, 不单于垄断了地产, 还有垄断了, 譬如, 百家, 卫康等等, 这些零售服务业, 都是垄断了, 那就可以去抬高那个价格。 第二点, 就是名校转直之质, 就是教制度的问题, 贫穷人难以入独, 造成了夸代的贫穷, 因为名校的教育就好一些, 就令到他们有钱的人, 更能够得到一些好一些的升学。 第三点, 就是租金大升, 就令到这些贫穷的人, 生活更加窮, 就是因为他这些钱, 用来交租, 那就生活更加辛苦了。 第四就是, 累積资本的增长率比工资高, 这就是21世纪资本论,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他有一层, 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的价值升幅, 比普通打工仔的人工增幅高, 就会拉闊了贫穷的差距。 接着, 证对措施的政府, 如何应对呢? 第一点, 就是制定贫穷线, 现在制定了, 以前香港, 家庭入息中位数一半, 划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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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做任何事情了, 这就是政府应对方法。 第二点, 就是长者生活津贴, 长者生活津贴, 就是给长者的, 有资金審查, 帮助一些最贫困的长者。 第三点, 就是关外基金, 关外基金是什么呢? 就是说, 政府想帮一些贫穷的人, 他们如果用回政府那一套, 就很多官僚架构, 就很麻烦。 如果要做的话, 就成立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就直接帮一些穷人, 例如, 怎样帮呢? 就是说, 付钱, 怎样付钱呢? 例如, 住在劏房的人, 就可以得到关外基金, 几千元的援助, 每年等等, 又或者是关外基金, 资助中学生, 学生, 去做某些事情, 都是交配在内的。 那贫穷的影响呢? 有什么影响呢? 饮食质素低, 影响健康。 第二点, 未能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 这些穷人呢? 当然, 就可以去公立医院的, 但是公立医院, 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这么便宜的, 有些是要给很贵的, 例如, 生癌症, 公营医院的话, 其实都要给不少费用的。 第三点, 就是青少年的成长, 发展受到局限, 延续了夸待贫穷的问题。 第四点, 就是社会不稳定, 造成了民怨, 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第十五个议题, 就是香港空气污染, 恒常议题, 成因第一点, 就是目前香港的发电燃料组合, 煤就是53%, 天然气22%, 核能23%, 燃油和可载生能源, 共占2%, 香港电力多烧煤, 煤是属于石, 化石能源来的。 燒了化石能源, 会释放一些污染的气体, 例如, 二氧化硫, 淡氧化物, 圆化粒子等等。 例如, 香港有哪些发电厂呢? 南亚发电厂, 青山发电厂等等, 都是例子来的。 第二点, 就是内地工厂, 释放大量的有毒物质, 大陆工厂排污的情况, 都是不受监控的。 有法律等于没有法律。 第三点, 就是香港柴油车排放的废气。 特別是, 记住这个名字, 欧盟三车, 或者以前的车辆, 那个废气问题特别严重。 第四点, 就是阮阳船, 走到香港的时候, 都会排放一些的废气。 阮阳船, 包括一些邮轮, 货柜码头, 那些污染物, 排放都是很严重的。 一般, 邮轮, 使用柴油, 含流量是2.8%至3%。 比较起, 总之用柴油车的话, 0.001%的话, 是高了2500倍至3500倍的。 其实它们都是一个污染的源头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 第五点, 就是焚化炉造成空气污染。 其实比较微小, 香港就不是很多焚化炉, 会产生一个致癌的乳酷因。 查到团门, 其实有个污化炉, 叫增嘴污化炉的, 都可以举例的。 接着, 香港空气污染的影响。 第一点, 就是影响香港人身体健康, 加重了香港的医疗负担。 第二点, 就是影响旅游业, 香港空气污染, 那些外国人当然不来香港玩。 第三点, 就是降低外商投资吸引力。 解决方法, 第一点, 就是减少用电, 用再生能源。 第二点, 向内地买核电。 第三, 就是加速淘汰旧车, 给一些津贴, 鼓励用电动车。 第四点, 收紧船的法例, 就规定他们要用一些热剩的柴油, 才可以来香港。 第五点, 垃圾征费, 减少焚烧垃圾带来的污染。 第六点, 就是巴士路线重组, 省少人搭的巴士路线, 就可以少一些车辆在马路上行驶。 第七, 就是电子道路征费计划,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 向私家车收费, 向路面上行驶, 在某些道路, 要收费, 就减少私家车在马路上行驶。 第十七个议题, 就是跨性别人士遇到的困难。 这个通常都放在卷一, 要考的话, 因为不是太常见。 第一点, 就是对性别改变的心理调节, 心理能否控制到, 就是由男人变成女人, 就是女人变成男人的话, 適应心理都是很困难的。 第二点, 就是身体的问题, 因为如果改变性手术之后, 身体呢, 其实是会出现问题的, 都需要去留意的。 第三点, 就是社会歧视, 就是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 至于社会的制度上, 其实就开始在改变。 例如前一段时间, 可以接受跨性别人士, 即是变性人去结婚。 这也是一大改进来的。 十八, 就是东江水的话题。 第一件事, 东江水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件事, 水质有问题。 它的源头就受到污染了。 东江水, 一个源头是定南水, 上游就比企业污染很严重, 清水变毒水, 那里的沿岸居民都没有水可用。 那究竟会不会污染到香港的食用水呢? 这也是很诚意的。 第二点, 就是说, 你买东江水之后, 剩下的水都是要付款的。 那买东江水的情况, 就不同你家, 就向水务署交款方法, 就买了定页的水, 都是会付款的。 因此, 每年浪费大量的工币。 那本港水堂, 在2016-2012年期间, 每年都是满舍的。 那是要倒了三千万粒方米的食水。 那如果这些当不买东江水的话, 那累积的话, 其实浪费了七亿工币。 那价钱昂贵。 那广东省卖给深圳的东江水, 每平方米, 每平方米, 就9.6毫子。 卖给东莞的话, 就5毫子。 但是, 输给香港的东江水, 就是5.5的, 每立方米。 那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东江水, 车车运下来, 所以运输费那么贵, 或者那么多。 第四点, 就是香港的水堂, 就满舍排入大海, 就浪费吃水了。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第一件事, 就是海水化碳。 那现在东江水, 现时的成本, 除了买水之外, 除了买水之外, 就是成本的, 加上就9.1。 那海水化碳, 每立方米, 就是12-13元左右。 那海水化碳, 其实就是在改进, 那预料呢, 就可能会便宜下去的, 那所以海水化碳, 是可以做得过的。 那为什么不海水化碳, 就是, 那陰謀论就是说, 那你, 香港政府当然, 不想你, 不依赖中国啦, 当你依赖它, 它才抓住你的要害嘛。 接着, 第二点, 再做水, 什么是再做水呢? 就是污水淨化, 那污水淨化, 非饮用的, 就不能饮, 但是可以做其他, 洗东西, 灌溉用, 是OK的。 第三点, 就是只要用水, 这个妈妈是女人, 就不用说了。 第四点, 就是水管老化, 那滲漏的情况很严重的, 例如, 2013年, 滲漏的比率是13%, 那就是100%里面, 有13%的水, 在水管运送期间是滲漏的, 所以改善方法就是维修水管。 第十九个议题, 就是政府征薪民意的方法。 有什么征薪方法呢? 第一件事, 公众资讯文件, 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点, 就是接触层面很广阔。 第二点, 就是市民随意可以发表意见的。 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由政府主导, 或者有前撤, 例如正改方案, 是有前撤的, 全部都是有筛选的方案来的。 第二点,就是政府宣传不足, 市民就不知道之前有咨询的, 就觉得他很鬼祟。 第二个咨询方法, 就是地区咨询。 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能够针对地区人士的。 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 有地域的局限, 只限少数地区。 我未见政府区区都搞地区咨询的, 所以就只限少数地区, 就是之前梁振英去过区, 去过天水围, 去过湾仔。 第二点, 就是地区的咨询会有什么不好处呢? 就是沦为示威的场地, 影响交流。 例如, 记不记得之前曾进华被人扔弹, 扔中了? 是, 第三点, 就是说, 有些政团会在排队, 霸佔名额, 这个政团就是民建联, 令到反对的意见不能进去发声, 声音就不多元化。 第四点, 就是发言机会有限, 就是每个咨询会都发言时间有限。 第三个的精心民意方法就是民调, 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科学化。 第二点, 就是接触层面很广泛的, 有代表性, 都每次是会用一个一千人左右, 有一个有具代表性的sample, 它作为一个参考指标, 所以是, 整个层面讲, 也是有代表性的。 第四个, 就是民间自己搞公投。 为什么要搞民间公投呢? 可能是议题敏感, 政府就不想征诚市民的意见, 有什么是民间公投呢? 有什么优点呢? 第二点, 就是政府的咨询不中立, 例如政府的咨询方案, 所以就要民间公投。 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接触层面讲泛。 第二点, 就是向政府施压。 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政府是不会承认的结果, 都是说你违宪违法那类的。 如果那个咨询方法是失效的话, 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点,做误度的政府。 误度的政府就降低管治效能, 政策引起很大的反对, 例如新加东北发展计划, 记得几年前是叫门的一件事。 接着第二点, 就是积聚民怨, 引不大规模的抗争, 例如占领运动, 都是政改支撑得不好, 所以其他原因来的。 第三点,就是资源错配, 可能会影响香港竞争力, 和政策发展的。 接着第二十个议题, 就是香港交通问题。 交通问题包括什么? 第一个是塞车, 为什么要塞车呢? 第一件事就是为例上落货或者客。 例如有什么情况, 会为例上落货的情况最严重? 就是放学的时间在名校区, 家长接种子女放学的话, 通常都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滋塞。 解决方法就是加强执法。 第二点,就是红税滋塞。 因为红税的价钱比较便宜, 令到车辆流量平均, 就不会在红税每天塞车。 第三点,就是为何会塞车? 就是汽车增长很快。 可以有什么方法? 电子道路失败的计划, 减少之家车到路面上面行驶, 巴士路线重组, 以及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都可以。 接着,除了塞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港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票价贵, 根据可加可减机制, 港铁是根据通胀的升幅去加价。 因此港铁近年连年都加车费, 即使有巨额的盈利都是这样的, 每年港铁是赚过百亿的。 第二点就是港铁的故障特别多, 这个是不用说的。 第三点就是港铁已经达到飽和了, 市民需要等候很多热车才能上车, 特别是繁忙时间。 耗费了市民等车的时间, 就影响了生活出数。 其实港铁的问题有一个矛盾位,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第一点就是股东的利益vs市民的利益。 为什么股东利益vs市民的利益呢? 就是港铁就是上市公司来的, 它要先照顾股东的利益。 但是它也是公共的事业, 因为交通工具, 也要照顾市民的利益。 在这两方面其实是矛盾的。 第二点就是上市公司要赚取最大的利润, 所以公共事业应该有社会责任。 如果问你, 在港铁的问题, 港铁的社会责任和股东利益是谁先行? 比如说,社会责任是否凌价于股东的利益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第一件事, 港铁就不应该上市的。 因为公盈事业一上市的话, 股东利益和市民的利益就是矛盾的了。 可以怎么说呢? 如果我要说的话, 我会说社会责任是凌价于股东利益。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件事就是, 政府其实批了铁路完善的物业发展权给港铁去发展。 当中就是一个巨额的收益。 这个收益的话, 理应是反映在票价上面的, 就是减少市民的票价。 没有理由政府用公共资源去保折上市公司, 但是最后又不是在帮市民, 这个是不合理的。 如果不是的话, 这样说, 政府其实无条件就给了一些利益港铁, 那就不合理了。 第二点, 就是铁路的空间就是政府批给港铁的, 这是公共资源来的, 港铁是理应回贵市民的。 第三点, 港铁最大的股东是政府, 政府有权以公众理应先。 第二个议题就是垃圾征费。 垃圾征费有几种模式, 现在还在说, 第一种就是找一个近似的收费。 什么近似收费模式呢? 就是说, 找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能够某个程度上, 和你那个垃圾的排放是差不多的, 就为一个参考指标, 例如水费。 估计一个人用水, 用得多的话, 都可能会是垃圾都会丢弃得多。 当然啦, 那当然不是, 相应的指标, 其实很难找到相应指标的。 第二点就是, 第二种收费模式就是按户收费, 就是根据住户费物的数量去收费。 第三点就是定额收费, 就是按住大厦或区域收费, 即不同区域,即不同大厦去收费。 第四点就是局部收费, 即先向工商界收费, 接着推展至全港。 第一点就是按量近似量去收费。 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水费和垃圾的数量, 其实是不一定挂勾的, 所以就不能够令到用家是减费, 就不符合用者自负的原则。 第二点就是按户收费, 其实有什么优点呢? 按户收费的情况就是, 按照每一户的垃圾量和收费挂勾, 符合用者自负的原则, 可以达到一个减费的作用, 即是有因去减费,令到市民。 缺点就是妖民, 因为每次都要磅完重钱, 都要扔垃圾, 都是几烦的。 第二点就是, 这些用家住户可能一张垃圾丟在街上, 都是很难去防范, 是不是需要大量的人去監察, 究竟有没有市民这样做呢? 会令到行政成本就很高了。 第三种的收费, 即是定额收费, 按大厦或按区收费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点就是, 简单方便, 行政成本低, 按大厦或者按区或者收费的话, 是挺简单的。 缺点是什么呢? 未必是可行, 如果按大厦收费的话, 即是要业主立运发费去代收, 不是所有大厦都有的, 没有怎么做呢? 不知道。 第二点就是, 如果按收费的话, 跟垃圾量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因论市民减费, 不符合用者自负的原则。 第四个就是, 局部收费有什么优点呢? 即是先向商户征收。 优点就是, 商户可以起大头的作用。 缺点就是, 覆盖免低, 未能涵盖普通的住户。 因为香港垃圾的数量, 其实三分之二都是市民住户, 三分之一是其他的废料, 商业的废料。 第二点就是, 成效不大。 刚才说了, 因为市民的垃圾量, 其实是佔多些, 没有理由先向商界征费。 第三点就是, 全港有一万一千宗的商业住宅大厦, 是混集的。 如果这些大厦, 商业家住宅是混集的, 那怎么收费呢? 是执行不到的。 第二个议题就是, 创新科技。 香港的创新科技, 有什么落后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 第一件事, 制度方面是有缺失的。 因为香港是没有原售专利制度的, 这个是保障不了本土的科研的。 那什么叫做原售专利制度呢? 就是说申请那些发明品, 一定要在内地的欧洲申请那个专利先, 才再在香港做一个相关的记录。 香港本身就不会做一个特质的审查, 这样就会削弱了本地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二点就是人才培训方面, 香港的教制度其实不重视科研人才, 例如陈奕希需要拨大, 破格六取才能升到大学。 第三点就是资金投入太少了, 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0.75%, 甚至远少于其他国家地区, 例如以色列是4.4%, 南韩3.6%,日本3.4%, 美国2.8%, 台湾2.4%, 中国2%, 新加坡2.09%, 同其他国家地区就很难竞争。 第四点就是配套名不符实, 例如香港有科学员, 就是罗伯昭芬负责, 里面的公司都是商业运作居多, 最多都是办公室, 而反而是实验室, 研究所不多, 科技含量偏少, 有一个例子就是数码, 变成了一个地产项目, 接着有什么改善建议, 第一件事当然, 政府设计原售专利制度, 可以香港本身有一个审查检测, 它是不是原创的, 给它一个专利。 第二点就是政府在私人公司提供一些优惠, 例如拨地免租等, 给它做一个科学研究, 免利得税等等的优惠, 吸引外国公司来香港。 接着第三, 改善教制度, 培养科研人才。 第四点就是增加科学员, 和科技相关公司的比率, 吸引外国公司来到香港是创业的。 科学员, 未来可以考虑租金优惠, 吸引更多公司的进驻, 提升本地科技产业。 说到香港的创新科技, 究竟由政府主导, 还是民间主导, 自由市场呢? 政府主导, 现在通过了创科局, 其实有没有用呢? 究竟是民间主导, 还是政府主导, 当然是民间, 为什么是民间呢? 因为官僚系统很僵化, 官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犯错,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就没有错, 轻轻松松就放工。 官僚来说, 他不会想着如何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为只要没有错就没有事, 所以呢, 他们通常做的, 那行业就死了那行, 官僚系统很僵化, 就是说拨款, 永远都是在拨款, 怎样支援运用, 派了就算, 怎样派这支援运用, 就没有想着如何利用, 因为做得好的话, 其实都是不会升官的, 做得好不好就不关事, 那都是看东西而已, 做得好看香港, 那第二点, 就是民间呢, 就是说, 因为优性劣败自然淘汰, 才能够可以淘汰哪支是最好的创新科技的公司留在那里, 那相反, 如果用政府的资助各方面, 政府自己主导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一个竞争性, 就弱了, 那第三点, 就是政府提供配套和硬件, 和鼓励商业竞争已经很好的了, 刚才说了那件建议都是, 这都是的, 那就不需要搞其他事情, 那外国都是的, 外国有没有创新科技局呢? 是没有的, 那所以都不是应该由政府主导, 由民间主导的, 那创新科技不济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点, 竞争能力不足, 那可以对比台湾的例子, 台湾当年都有推动过一个科学员, 那以一个很优厚的条件, 就吸引了一个叫做张牟宗, 回到台湾的创业, 协助大家都做出半导体这个龙头的产业, 后来呢, 台湾的晶片技术突破, 都是在半导体这个产业上发展而已, 那香港的晶片当然是不能够跟台湾去竞争, 第二点, 就是影响经济发展, 那香港就是现在金融地产都在进头, 那经济方面就难有突破性的增长, 相反呢, 创新科技, 新生行业, 它研发了这个科技, 之后有些什么经济利益呢, 其实是难以估计的, 那所以如果是做到的话, 是帮到香港是很大的经济方面的帮助的, 那第三点就是, 目前香港只依赖金融地产, 依赖中国, 那香港的情况就是依赖中国, 中国如果经济不景的话, 其实都会连累香港的经济会下行, 有很大的风险, 第23个议题, 全民退保, 周永生教授的全民老年金方案, 是65岁以上, 全民都领3000元的, 那这个方法, 钱从何来呢, 就是政府500亿总资基金, 再加雇员和雇主的供款, 那为什么支持呢? 第一点就是, 香港的三分之一的长者, 就活在贫穷线以下的生活组困苦, 第二点就是, 没有资产審查的三个金, 只有1235元, 有资产審查的长者生活增接, 就1155元, 那金額就不足以令到他们生活到养老的, 第三点就是, 能够减少年轻人供养父母的负担, 第四点就是, 重新分配财富, 特资均富的效果, 又反对观点, 我说, 窮人和富人取得相同的金额, 就不公意的, 第二点就是, 加重了雇主的负担, 影响营商环境, 第三点, 只能够持续到2041年, 到时候呢, 要再检讨的, 那这些博论呢? 那就是, 窮人和富人都有钱拿, 不公意的, 那可以说, 设置一个超高额的资产審查, 排除了极富有的长者, 例如是李嘉诚, 第二点, 就是说, 相比于外国, 香港的税率仍然是偏低的, 营商环境, 就不是只看雇主的负担, 只要看其他的因素, 例如法治等等, 第四个议题,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能否改善香港人增入数损? 那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原本课题, 最好抄低它, 那什么叫做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就是, 政府将古洞北, 和粉嶺北, 和平邪打鼓嶺的农地, 划为新界东北的新发展区, 作为住宅和商业的用途。 那, 有什么反对理据呢? 第一点, 就是犧牲了少数人的权利,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 仲指私有产权, 在这个计划之下, 不少当地居民是要逼遷的, 例如, 品丽马市堡村的居民就要逼遷了。 如果拥有私人土地的人, 得到的赔偿又不足以, 令到他们重建自己的家园, 另外又失去了社区网络, 那他的生活质素当然受到影响, 降低了。 第二点, 就是影响长者的生活, 那怎么影响长者的生活呢? 因为新加东方有不少的安务院, 例如石仔岭安务村就会清拆, 那有部分能够治理的长者, 就不符合一个叫做资格去上楼, 要另立居所, 那些长者长期居住在当地, 建立了一套感情, 那搬迁就会影响到情绪, 降低生活质素。 第三点, 这个计划就会摧毁了香港四分之一的活跃农地, 破坏食物安全和生态环境, 那市民就难以再享用本地有机蔬菜, 生活质素受到影响。 如果问你是否符合市民利益的话, 上面就是说生活质素, 下面如果说到市民利益的话, 就会加上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违反程序公义, 成规会并未审理这个议案的时候, 政府已经偷步向财委会申请迫活款, 违反程序公义, 有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 先应该过了成规会, 成规会过了之后, 因为OK了, 才应该问政府拿钱, 反过来, 就是先问财委会拿钱, 再过成规会, 成规会过不过好呢? 因为拿钱就拿了, 那我怎么做呢? 那是不是逼着成规会, 硬硬要通过这个议案呢? 那就有问题了。 第二点, 就是不可以持续发展了。 新界东北的发展, 对环境生态带来, 一个不可以复原的破坏。 现有很多的农地, 绿化地, 永久变为住宅, 工业用地, 破坏了香港独有生态, 例如, 粉岭北的候鸟, 天璽中途站都会改变了, 影响本地生物的繁衍, 减低了生物的多样性。 那有什么支持的理据呢? 就是居住环境方面, 改善生活空间。 第二点,就是金钱方面, 就是增加房屋供应量, 降低了租金和楼价, 折散的金钱, 可以改造其他, 改善生活数字用。 博论, 居住环境方面如何博论呢? 就说, 有其他更加好的地方, 例如, 粉岭、高耳、呼球场的面积, 等同整个全温那么大, 抵象正式一千元地价, 和一元年租就租出去, 但是根据地契, 只需一年通知就可以收回, 重建, 發展, 就可以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另外, 香港有不少私人会所都是一样, 以极低的地价和地租, 去赚钱, 给权贵去用, 这些全部收回发展, 政府当然会这样做。 如果在新加东北这个议题上, 再延伸的话, 可以看一样东西, 叫政府的管治效能, 因为, 什么事呢? 因为, 新加东北都有一个抗争出现过的, 可以看到, 政府在吸取民意方面, 似乎出现了问题, 行政缺立政治失效, 意见就不能通过, 成规会上达。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行政缺立政治, 就可以看我的图片, 香港或者上网查都可以。 第25个议题就是, 厨余问题。 市民浪费食物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 珍惜食物的意识不强, 解架不足。 第一件事, 应哲食品, 过了一次之后, 不应哲之后, 就不吃了。 第二点就是, 食物的份量太多, 吃不完。 第三点就是, 香港太富庶, 香港市民对食物太挑剔, 不合胃口的就不吃了。 有一个传统观念, 第四点的传统观念, 请客吃饭的时候, 就零多, 就物少。 第五点, 打包的问题, 很少人会打包, 觉得不方便, 而且不好看。 储存食物的方法不恰当, 任由食物腐烂都是第六点来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 厨余回收缺乏了誘因。 在市民方面, 就是说, 食物很便宜, 普通踏塑和厨余一起收集, 没有其他途径去回收厨余。 第二点, 就是食肆方面, 食肆是牟利的, 回收厨余加重了营运成本。 回收厨余有什么困难呢? 成本, 加重了食肆的经营成本。 第二, 运输问题, 厨余通常都有水份, 增加了气质费物的重量, 造成一个运输的不变。 第三, 就是卫生问题。 在堆肥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卫生和气味的问题。 如果处存, 或者处理得不好的话, 甚至有污水排出, 只要到市民。 因此的话, 堆肥的地址, 可能要远离民区。 另外, 处理堆肥的地点, 亦要买一些另外的装置, 处理衛生问题, 例如, 抽气, 排水设施等等。 第四点, 缺乏资助。 现在在推行的, 某些回收屋院厨余的项目, 是没有足够的资助, 给物业管理公司的。 多数物业管理公司都没有处理厨余的预算。 另一方面, 处理厨余的成本很高。 私营处理厨余的回收箱, 在没有资助的话, 是很难鼓励他们业界去发展的。 第五, 就是环保意识的问题。 香港一般市民都没有什么垃圾分类的意识, 不同于台湾, 台湾是很强的。 解决方法, 第一点就是垃圾征费。 之前说过的。 第二点就是举办宣传活动, 希望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协助屋苑设置就地的厨余堆肥设备。 一般屋苑没有地方放这些机器, 起码找地方帮他们设置这些机器。 第二点, 同样都是垃圾征费。 政府推行一些奖励计划, 例如宽減的排污费, 吸引更多食肆去回收厨余。 第三点, 就是政府兴建有机资源回收中心的一些基建, 处理源头分类的工商业的厨余, 以及再生资源和减少一些墳化的需要。 第26个议题, 极端天气引致的问题。 极端天气包括长期干旱、 热浪、暴雨和强风暴。 有什么的后果呢? 第一件事就是出现了气候难民。 预计太平洋的, 太平洋倒序将会被海水所淹没的, 例如白楼、 马兆尔群岛、 洛鲁、 所罗门群岛、 吉里巴茲、 套亚鲁, 这些人民可能需要离开家园。 第二点, 糧食价格上升。 第三点, 打乱生态平衡。 干旱的话, 会危害了树木, 令树木减少抵抗害虫和火災能力。 那些动物就会失家园。 第四点, 影响人类健康。 热浪和寒流。 第27个话题, 就是防疫问题和全球化。 都是今年热门的题目。 特别人的这些行動。 满费程序, 全球对防疫工作令你多于幺能力, 可以想一想。 那个 nine处是什么呢? 第一点, 交通口便利, 全球出入境口岸。 加上这么多旅客, 非常难提防那些大菌者出入境。 那利署就是信息寄很快, 有助各國的交流疫情,因為近幾年有大數據,有很多資訊可以給你預防一個預測流感的趨勢,例如Google也有一個流感趨勢,透過一些關鍵字詞搜索分析,預測全球流感趨勢,都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點就是各國合作研究疫苗,在英國和巴西聯合之助之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研究人員和巴西一起合作,深入研究債卡病毒流行病毒特徵和感染者的免疫反應,協助巴西控制疫情。 第28個課題就是中國空氣污染問題,成因就是中國發展就很快,正是一個小康社會,車輛的數目不斷上升。 第二點就是工業高速發展,工廠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例如煤炭、鋼鐵、白工廠等等,都是排放了很多有毒的物質,查下一兩個有毒物質的名字就寫上去。 第三點就是為求利潤,提煉一些劣質的柴油,使用一些劣質的煤炭,加強了污染。 第四點就是挖掘一些發菜,令到中國大陸沙漠化很嚴重,陸化地區越來越少,都讓中國的空氣污染很嚴重。 第29個議題就是中國少數民族面對的問題,其實現在幾次香港面對的問題。 第一點就是小數民族的文化是被漢族所撥殺的,例如語言,在一些小數民族的地區,用漢人的學校取代了維吾爾學校,維吾爾的語言被邊緣化了。 第二點就是漢人掌管行政地區裡面真正擁有實權的黨委書記,漢人做的,就不會是當地人做。 名義上都是給當地人去處理,實際上都是漢人掌權。 第三,經濟發展落後,第四,歧視少數民族,例如曾經試過有維吾爾的教師,用不到流利的漢語教學,又被解僱。 第五點就是政府打壓宗教活動,新疆人信回教,西藏人信藏傳佛教,政府禁止學校舉辦宗教活動,禁止宗教服飾,強迫那些人在齋戒穴裡的食物。 因此就引起了少數族裔的反抗,所以早兩三年前也有很多疆瀆瀆的恐怖襲擊事件。 第三十個議題,回到香港,警民關係。 警察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民望不斷下降呢? 第一點就是政治不中立,執法不中。 例如有什麼情況出現呢?見不得佔領時期有個江頭洲,拿著把水果刀,說自己喜歡吃水果,所以隨身帶備水果刀。 例如榴槤什麼什麼呢?那件事。 因為正常人,他藏械的話,其實被捕了,但是因為他是反佔領,所以他是沒事的。 那就是執法不公。 第二點就是,反佔領者,即是毆打佔領者的話,警察是沒有執法的。 例如還有試過會幫那些毆打人的人去住的士,送他們走。 第二點就是濫權的問題。 七警毆打曾健超,在佔領前夕,黃之鋒被警方遇時拘留,而成功申請人身保護令。 旺角事件裏面,拘捕在場捲指示威者的林純軒,都是濫權的。 第三點就是過份使用武力,催淚彈和警棍,朱經緯都是過份使用武力的。